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名的饰饼店老板刘李健他说从他阿公时代就开始种柿子呢 到他真正接手的时候已经有27年了 秉持着新传的精神坚持使用传统加工技法 这种以日晒和炭烤古老方式所制作出来的饰饼 不仅保留了柿子的天然风味也让成型的饰饼更显精致 透过镜头现在就来看看酒降风吹起的饰饼故事 季风吹起 预热的气温稍稍退去 不过新浦和坑里的工作气氛却开始加温 一大早就开始忙碌把饰饼送上架子 吹风晒太阳的是达人刘李健 为了今年的第一批饰饼等待风起超过半年 最爱的是新竹出名又冷又干的酒降风 有东北季风下来了 但是不是真正的冷空气 真正冷空气的话我们做饰饼是最喜欢那种的 今天天气看起来不太稳定 天上不时浮云蔽日 让刘李健得随时注意那天边一朵云 还算OK 主要是我们看东北边那边 它那边看起来还没有很黑 如果那边很黑的话就是我们就要注意了 对对对对那个是要赶快收着来的 整片的耀眼金黄飘散柿子甜香 这是新浦镇汉坑里每年9月到12月特有的在地景观 会在秋林之上 冬天时凛冽干冷的酒降风吹起 雨量稀少根本难以耕作 闲暇时善于适应环境的客家人 利用当地的柿子晒成柿饼 160年前开始打出名号 汉坑里成了台湾的柿饼之乡 全台90%的柿饼都是在这里生产的 早年因为柿子收成不多 加上柿饼做工繁复看天吃饭 产量稀少是非常奢华的享受 很少吃因为非常高级的东西 30年前的话 我们像我们在外面做初工 一天差不多来350块 那个时候柿饼一财金 就要卖到320到360 几乎人的现在的话 就是差不多一两千多块 很多同学都会羡慕说 你家做饰饼哪里先来啊 有时我们会上课的时候 比较好的同学我们会戴在口袋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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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吃 200多棵柿子树也够年过50的姐弟们忙翻天的 每年要做七八万斤的柿饼将近百万棵的柿子 以前没有机器代劳 光是削皮就是一件大工程 很怕做饰饼的时候还是怕了 就觉得很辛苦 很怕 很怕可是还是要做 又爸爸妈妈就在那边做 像别人他们家没有做饰饼 他们都在那边玩 像那个老板说的 好像魔音传老 他们在嬉笑的声音都传到我们这边 别人怎么都可以玩 我们都还在那边挖 小时候很怕做饰饼 现在有了年纪则是体力负荷不了 牛李健曾经削皮削到双手发抖 吃饭时连筷子都没办法握住 二姐的双手则是差点废掉 每天早上每天晚上都要 拍拍拍拍拍 才觉得这个手没有废掉 更不用说结婚后才开始做饰饼的刘太太 它贴得好像盖端的衣服 我都贴得整身了 贴什么沙龙发丝 对啊 公平在不耐操 明天要上假日晒的柿子削完皮之后 得先进到用龙眼木薰烤的烤箱烤个两小时 它这个被削的话 它表皮已经伤到了 那我们送进来炭烤 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它会形成一个保固模 形成一个保固模的时候 那我们做这种传统的日晒的话 它就会比较好照顾 像这个是昨天烤的 它每天它还是要回来 回来烤 每天都要 它这样就是说 它除了炭烤的 它的味道不一样以外 它还有沙片的作用 烤出一层薄皮的柿子 第二天就可以登场做日光玉 但可不是安静地躺上去就没事 还得经过贵宾级的服饰 才能从柿子变身成为最受欢迎的柿饼 这个是昨天削的 对 看起来就是跟那个 我们刚刚削出来的颜色 差不多一样 很金黄色 看起来是胖胖的 好像馒头一样的 这个就是已经晒了两天 也就是我们从小皮的话就是第三天 今天等一下傍晚的话 我们就全部要上来这下面 要跟它拧压 我们叫做头变手 这个我们就感觉它已经有软了 我们可以拧压就跟它拧压 然后第一次按摩 一共要按摩三次 这个就是晒的第三天 从昨天傍晚我们有跟它拧压了 它就会凹下去有一个凹洞 今天的话我们就跟它打第二次 叫做两变手 柿子晒一天按摩一次 除了塑身之外 还有排水的作用 透过挤压让水分更快 经由风吹蒸发 日晒之后原本七分熟的果肉 开始后收作用 糖分慢慢产生 散发果香 日晒过程中还要不断地翻动 才能充分干燥 完全没办法偷懒 不通风那边不会干燥 在我们在碾压的过程之后 它会裂开来 裂开来的话 就商品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好看 像老人家讲的 就好像是拖着鸡蛋这样子 对好好的照顾它 怕它一个照顾不好 它就会坏掉这样子 即便这么细心呵护 坏掉的还是无法避免 二姐在棚架下方来回检视 该淘汰做肥料的绝不手软 这不行啊 发酵了 怎么样发酵 它发酵就是说 它在运送过程 所以在它树上的时候 它皮尺碰撞到的时候 那我们销的时候 发解不出来 但是它经过日晒 它有温度以后 它就发酵了 发酵它有的会滴滋 有的是鼓鼓的 那我们就要淘汰掉了 这个算不算是断掉 断掉了 如果没有淘汰 以后吃到三十 经过三次按摩 然后整形 最后送进冷风干燥室 还缺冷气 还缺冷气 它比人还要好命 对 我们就给它模仿 那个酒降风来的 我们这一天的话 就是说给它干燥 还有跟它的温度湿度 都给它降低下来 八天的功夫 外表暗红皮薄甜美的 日晒饰饼终于诞生 很Q 甜度也够 海洋的味道 还有一些很温暖的人行为 好吃的饰饼让不少游客 专门远道而来尝鲜 更吸引了众多摄影玩家 来这里取景拍摄 一到假日 赛事场人潮快跟柿子一样多 这个景点是摄影人必须要来拍摄的景点 因为它这个 这里的有线条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形状 是我们摄影人 还有这种光影 是我们摄影人最喜欢的一种拍摄的题材 摄影玩家最爱的题材也是全台湾仅存的赛饰饼画面 十几年前大陆的低价饰饼进攻台湾 汉坑里的饰饼业者几乎撑不下去 收掉了好几家 大姐二姐一度劝弟弟干脆也收掉算了 包括大姐 她跟弟弟讲 我一年给你二十万 你不要再做这个行业了 这么辛苦 又没有办法跟那个大陆竞争那么便宜 你不要做了 身为第三代船人做了三十年 刘里健咬牙硬撑 后来其他同行纷纷改用干燥机做饰饼 不用日晒吹风看天吃饭 不用搬上搬下麻烦费事 饰饼制成从八天变成四天 人力成本也省下一半以上 但刘里健还是坚持天奶奶守候 干燥机她一直在公培 她的软强度没有那么完全的话 她表皮就会比较厚 做饰饼都是要用色饰子来做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今天也一直在想说 我的东西要好 将来总是会有人欣赏我的东西 现在不止有人欣赏 还让刘里健忙翻天 当初心疼反对的姐姐 则用行动来支持弟弟 做义工 做义工来做义工 还贴车钱 来帮她 刘里健说她的信念很简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父母教她做饰饼 除了冷风阳光之外 唯一的添加物 客家话叫做莫不应苟嘴 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信用 所以一直说也是强调我们东西 一定要做得好才可以 不好的品质我们就不可以卖给别人 如果我们买得不好的东西 我们一样也是会骂人 所以妈妈老一家都会一直交代 饰饼的甜美 要经过八天的努力和等待才能换得 而刘里健陪着柿子 季风吹拂 阳光照射 更不止八天 在那边 对呀 真的是甜在心里 谢谢您收看今天两岸大事业 我是萧一芬 也欢迎您有任何的意见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我们期待您的交流可加入 今天非常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